上一期,我指出关税选美国消费者,特朗普虽计算得失,结果,就在东周汉出版那一天,美国正式宣布将每年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10%关税, 美原定的25岁低很多,很明显的,这就是特朗普计算得失的结果,关税决定发布后,美股星,港股星,9月20日,美国道指再创历史新高,现在,美国三大指数,即道指,P500指数,纳指都已经创历史新高,也创出美国最长牛市的记录,这一切,都是特朗普精心插画的, 过去一段时间,特朗普经常以美股创新高而中国A股创新低来自我称赞,并认为这是他策划贸易战的结果,他认为这场贸易战,美国全胜,中国全败,所以美股创新高,中国A股创新低,实际上,美股创新高是不是因为贸易战,当然不是, 今年3月当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,道指就大幅下跌,一直到9月20日,整整半年才修复失地,而修复失地的最新动力,就是贸易战的关税暂时缓和, 关税从25%调低到至10%,已经相等于零关税,因为人民币在最近的日子里对美元已经贬值10%, 恰好对冲关税的打击,换言之,这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在美国消费者眼中,不会有价格改变的现象,中国出口商在赚取美元升值10%的条件之下,是很愿意自己负起10%的关税, 最后,美国消费者没有损失,美国国库增加了200亿美元的税收,不过,大家要明白,特朗普将25%关税降至10%, 只是为了迎战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,选举过后,特朗普就有有因将税率由10%提高至25%, 因为10%根本没有任何作用,无法动吓中国与美国签订新的对边协议,因此,选举过后,新的惊客会出现,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蜜月期,特朗普是一名商人,他会用美国商人惯用的手法对付中国, 相信不少以出口美国为主业的香港厂商都有以下的经验, 那就是美国的采购商突然要求减价,并动然若不减价,会寻找新的供应商, 如果厂商答应减价,相信不必太久,美国的采购商会再次要求减价, 一直到有一天,厂商坚决不减价,美国采购商也真的换个供应商, 这场商战财告一段落,对厂商而言,利润已经低到不可能再减, 而且,减了之后,未来还会面对同样的供应商,因此宁可失去该名客户, 对美国采购商而言,相信他也得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转换供应商, 因为不会有新的供应商愿意接受如此低的价格, 最后结果是两败驱商,不过,对美国采购商而言, 总算是出中国厂家的底价,今日的特朗普, 用的战略就是美国采购商惯用的手法, 中国政府则从一开始就明白妥协, 后退是死路一条,因此决定一开始就硬碰硬。